各位 經過了兩年 要七個月 終於要出館了 我們到布拉格了 大家好好吃喔 嗚嗚嗚 好爽喔 好扯喔 嗚嗚 好好吃喔 未來報警 各位 這個美景就送給你們囉 嗨 耶 感謝一家一週末 出館了 對 嗚嗚 好像太浮誇了 嗯 有一點 你真的是浮誇主的 好啦 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要去捷克 然後我們總共要去八天七夜嗎 還是七天六夜 但是有兩天在飛機上睡覺 然後呢 各位 這一次有一個我超開心的事情 就是呢 我提早拿到這台 Insta360插搜 然後呢 這次去捷克 就會有很多畫面 都是用這台相機拍攝的 大家如果想知道 我這一整趟去捷克 使用下來的心得 你們可以到片尾去看 我會把我的心得放在最後 然後跟大家分享 看我覺得這台相機 到底使用起來怎麼樣呢 好了 這位我們的 Insta360插搜小朋友 這次的捷克之旅 我們就麻煩你囉 然後成為一個可靠的戰力啊 好啦 就這樣 一 好久沒有來這個地方了 我們要出國了 我沒有出國了 啊啊啊啊 你認真的嗎 我以為她在演欸 我錄到珍貴的一幕了 哇 哦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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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懷念這種對我們即將要抵達的地方 一無所知 充滿著問號的那種感覺 覺得一切都很新奇 準備好今天要一夜好眠了 哇~~ 你入济多爾期了 哇~~ 好久沒有出國了 其實已經很久沒有一次看到這麼多外國人 天亮了 我們要去搭雞了 各位等一下布拉格見囉 掰掰 登登!我們到布拉格了 耶~~ 將將~~ 你看看我的後面 沒說這個背景是假的 欸 掀起來 這個是P了 我們到布拉格了 好開心的 真的 真的只有你們兩個借助鼻舌梗耶 要不要在一起 呃 再見了 好啦 我們呢 歷經了 搭了三個小時的飛機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一個叫Florence的地方 到處都是長得超級誇張的建築 其實從吉祥出來第一個感覺就是覺得 這邊的空氣就是有一種乾涼乾涼的感覺 現在差不多是17度 然後你可以短袖穿在外面 你不會覺得很冷 就是這邊的天氣真的超級好的 然後你在路上都會看到很多像這種塗鴉 到處都是塗鴉 那個塗鴉感覺已經融為城市的一部分 你不會覺得它是不好看的東西 這應該是我得生第二次來歐洲 我之前第一次是去英國 但是去英國那一次 其實是跟媽媽去工作 所以也不算是去玩 真的這一次算是第一次來歐洲玩 哇 我要真的講 我現在就想要一直拍一直拍 然後我想要一直講一直講 我有看到的東西 哇 這個街道可能對於當地人來說 就只是一個正常的街道 太美了 好神奇喔 這一條街真的超級像走在這個環球影城的感覺 就是很像走在他們的其中一個主題的世界裡面 原來沒有 那城市路長這樣子 我們現在到了一個叫做火藥塔的地方 它在所有的看起來比較善良的建築之中 它是最壞的那一個 你看它是黑色的 哇 打鐘了耶 現在是12點正中午 哇 好神奇喔 你看到那個指針完完全全是在正中間 哇 運氣超好的 我現在看到了這個叫做布拉格天文中 就是我們在的這個地方叫做老城區 就是所有這些比較舊的建築 然後古蹟聚集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這整個廣場 周圍滿滿的全部都是這樣 超級超級超級漂亮的建築 好的 我們隨便一個轉頭 我們看到了這家叫做香芋漢堡 meat burger 來到捷克的第一餐 來到歐洲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喝番茄汁 歐洲的番茄汁這太好喝了 太鹹了吧 他剛剛加了一串鹽巴 這個很像番茄醬耶 對啊 我是想說怎麼在喝番茄醬啊 還是很鹹 還是很鹹 滿好喝的耶 只是有點鹹 因為你感覺真的是喝得到番茄的味道 這是國外的drill素漢堡 這個香菇會不會太誇張 好扯喔 這是我點的漢堡 這是牛肉漢堡 然後再加上一個薯條 哇 這個薯條感覺很好吃 感覺都是脆脆的 很有厚度的薯條 好好吃喔 這件不錯 我幫你拍 真的在吃漢堡的感覺 你那是薯條覺得漢堡厲害 傑克的薯條噴發 我為你為榮 那剛剛那個漢堡呢 我吃了285克狼 然後還有我的水呢 是65克狼 這邊是一個水非常貴的國家呢 聽說歐洲都是這個樣子 這家我覺得算推啦 而且它其實有一些戶外的座位 大家如果來老城去的話 我覺得這邊還不錯 哇 我們隨處經過了一個廣場 然後就看到一些人 坐在這邊曬著太陽 我跟你說它的優點是 你可以把它拉得很長 然後直直的這樣拿 Essa 這邊有位很懂的令大師 地址在這裡 寄過來 讓你們看一下360度的布拉格 度了 不知道現在畫面怎麼樣耶 我才拍起來應該是很漂亮的 這個人剛剛才說 我覺得已經失去了一直拍照的那個慾望了 然後就發生了這件事情 我說的剛剛是露點 那我現在是拍照片 歐洲旅遊很累耶 一直拍 你就想要拍影片 又想要拍直的限動 不適合youtuber來 你要拍reels 你要拍IG限動 要拍貼文 要拍youtube影片 我還想要拍cast 我跟你說 哇 我們現在到一個叫做查理大橋的地方 登登 好像這個叫做什麼 老城塔橋 對 也是在這個老城區的一個 超級有名的一個橋 然後站在這邊 建築的下面都會覺得自己好渺小 看到這種雕像 非常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 艾爾登法環的感覺 這個河呢叫做福爾塔瓦河 可以發現上面都是這個鎖耶 通常應該是定情的鎖 這邊會寫 譬如說Olivia跟這個 我不知道怎麼唸的人 希望他們可以從 2022年1月1號到無限 直到永遠 超浪漫的 美到哭了 沒有眼淚啊 假哭妹 假猩猩 我們現在走在這個橋上啊 然後它旁邊都會有很多像這樣子 就是畫肖像啊 或者是演奏的一些街頭藝人 就在兩側 然後你每走一點路 就會看到像這種雕像 這雕像真的是經過了幾百年 就是不斷的風吹是鮮雨淋 但是它還是總立在這邊 從這邊這樣看過去 整個河面這樣 散散在發亮 怎麼這樣 真的就是電影裡面才會出現的場景 以前讀高中大學的時候 然後可能在學一些油畫作品 那以前畫家的歷史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天啊 為什麼他們在畫風景畫的時候 都可以這麼漂亮 那個顏色怎麼可以這麼和諧 然後直到你真的到了這邊之後 就會發現說 原來這個地方就是講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才能畫出這樣的話 真的太誇張了 因為下雨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先回飯店了 然後下雨差不多到3點 Check-in的時間 這個地方呢 叫做Botanic Hotel 然後說我們今天要住的地方 打擾了 它其實這個清新木頭 跟白色的這個風格 一種自然風 應該它連從卡片到整個桌子 都是這種竹子的感覺 這個呢就是接下來我們要住 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的飯店 然後呢這個就是價錢的部分 這邊正式的入住布拉格了 今天呢就要度過在布拉格第一個夜晚 既然來到民宿就要休息一下 補充一下搭飛機 讓布拉格這段時間所消耗的精力 睡覺 早安啊大家 昨天呢我們就是 體驗了做當地捷克傳統的料理 那個料理非常的特別 它就很像是滷牛腩加上 有點像是那個Costco 馬鈴薯泥上面的那個醬 再配上 在捷克工作的台灣人稱它為 饅頭片的東西 對它其實就是用吐司 然後加牛奶 揉一揉之後拿去蒸的一個 非常特別的東西 我覺得它的口感很特別 就是像我昨天跟伊莉就一直在想說 天啊我們的人生經歷中 有吃過這種口感的東西嗎 真的是太特別了 今天呢就是我們會分開行動 然後晚上才會再見面 所以白天呢整個時間都是我 一個人在製作城市亂後的時間 今天我最想體驗的呢就是 這邊捷克的交通工具 因為我覺得它們有輕軌 然後還有那個電動滑板車 好的我走一走 然後我就立馬經過了這個LIME電動車 然後我剛剛已經瞬間辦好帳號 其實很方便 然後可以用Apple Pay支付 它會先預扣你160克來 然後我也不知道可以騎多久 聽說其實騎這個不是很便宜 我們就先來騎騎看吧 Let's go OK 我可以了 喔有了有了 嗚呼呼呼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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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真的這麼多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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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鐘 然後花了155克啦 就是如果只是好玩的話 我覺得OK 但是如果是要拿來代步的話 30分鐘150塊的滑板車 真的是滿貴的 好啦 我現在要到了這個叫共和廣場站 然後我想要去買他們的車票 因為他們的車票好像 只要買一次 然後就可以用很多種不同的車子 好 我應該看懂的 就是它有分成30分鐘的票 90分鐘的票 一天分三日的票 這些票好像是在老城這個區域的電車 地鐵等等 這些都可以搭乘 所以你其實只要買一個就萬用 拿到了這個 哇 它長得是一個非常薄 非常薄的一張紙 然後它就是我的一日乘車票 我出來了 我打錯票了 我覺得我搭的這個感覺好像是比較 一個舊式的電車 你看從窗戶上的一些刮痕 然後還有一些塗啊 之後你會看的時候 它其實整個是舊舊 沒有很新的感覺 所以我剛剛把它那個東西 旁邊會有一個這個小咚咚 你把它插進去 它就幫你打入日期 就是上車第一次 你就是要打這個日期 然後這一整天之後 就不需要再打了 你就可以一直不斷的使用 下來了 體驗成功 我現在到了這個地方 叫做哈維爾市場 然後我好像是 在老陳其這邊 一個非常地屬的市場 很多人都會說 就是到一個國家 一定要去他們的市場看看 因為你可以看到很在地 然後很傳統 就是一個很當地的感覺 好香喔 好好吃喔 嗨 我現在在捷克遇到台灣觀眾了 台灣的學生 嗨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啊 我們可以啊 耶 好啊 一起拍一張 要打鐘了 下次一分鐘 今天天氣超級好的 陽光直接打在上面 喔 開始動了 你會不會 吃到 你會不會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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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不會只有這樣吧 該不會只有這樣吧 什麼 咦 沒了嗎 哦 就就這樣 就這樣子喔 啊 太棒了 好 太棒了 哇 現在太陽照在教堂上面 閃閃發光的 好美喔 天啊 其實最厲害的應該是這個教堂 比起城堡 我覺得這個精緻程度 真的是大盛 到底什麼回事 為什麼這裡的建築都這麼厲害 好 各位 我買了兩張票 然後我現在要繼續存保了 天啊 我就是第一次進去 一個這麼厲害的教堂 我剛才已經 買好他的票了 然後兩張票 總共是400塊錢 就可以把這幾個地方都玩遍 登登 快起來超誇張的吧 哇塞 好扯耶 我覺得我現在進來 最喜歡的就是 它的那個 床滑 太陽照進那個床滑的時候 就可以在旁邊的牆壁上 可以看到那個五顏六色的光 它的屋頂真的做得超級超級高 我想到有多少人日以即夜 每天超市工作 才蓋出了這個城堡 我就覺得太尊重了 其實布達哥城堡是全世界最大的古堡 我剛才有查了一下 它不是只是一個城堡 它是這個城堡周圍 還有超級多 很像教堂啊 古蹟啊 然後一些高塔 就是很像一個小城鎮的感覺 然後我發現 好美喔 我覺得看到市景的時候 很感動耶 就是想要流淚的感覺 各位這個美景就送給你們囉 我現在進來了一家叫做Cushing 然後就是在剛剛我開的這個風景的旁邊 謝謝 這個是我剛剛點的菜味菜 就是飯味的美乃滋 然後再加上烤鍋的牛肉 好了 來吃了 它上面還有撒這種很像 酷鹽或米歸鹽 粒粒的鹽巴 你能吃嗎 嗯 好好吃喔 味得夠雞 嗯 不一樣 有點鹹 呵呵呵 味道很乾 它是有點生牛肉的概念 然後再加上一些 還有次蔥 再加上稍微美乃滋跟鹽巴 嗯 好吃 那傑克的印象就是 他們的麵包真的很好吃 尤其是這種發酵麵包 OMG 超好吃的 為什麼 太好吃了 好 這個是戴國豬排 再加上烤鍋的豬排 好近的喔 開動 肥肉跟肉一起吃 一吃 好 好 好 吃 吃 我要往生來 這塊真的超級鮮美 喔我的天啊 太完美了 然後給它三兆粉 真的不用再多說什麼 就是太好吃了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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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吃的這一餐呢 總共是 640塊克朗 也就是大概810塊台幣 包含服務費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以剛剛吃的內容 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了 好 掰掰 下囉 到了 要來的地方 叫做跳舞的房子 然後它一開始的設計理念就是想要模仿一男一女在街道上漫舞的樣子 就是兩個建築擺在一起 然後像是在跳舞的感覺 天啊 它的這個線條真的是太美了 在它的樓上呢 就是有一個空中酒吧 這邊可以選擇 你要買一杯飲料 或者是付100塊克朗 它是在一個很中心的位置 然後你可以看到橋 你可以看到河 你又可以看到房子 我怎麼解釋欸 而且其實現在這個時間點下午差不多4點這樣 光線又跟早上不一樣 這是一個神奇的時刻 超級美 安娜在家 現在摸摸的肉已經晚上了 然後呢我現在要去吃晚餐 吃完晚餐之後會再跟 林跟伊里他們見面 這個是目前在布拉格的最後一個晚上 所以我想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這邊的晚上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 到了晚上 今天你也是我的好夥伴 一天晚上就靠你了 好久不見 傳說中超級快速的手浮梯 對 為什麼是這樣子啊 這不是一個很緩慢的城市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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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超快欸 早上第一次搭的時候 算是目前搭過最快的手浮梯 我們現在呢 前進去酒吧 然後是我第一次搭 捷克這邊的地鐵 而且都是搭上面的青龜 欸我剛才這個地鐵有點可怕欸 對我也覺得 來吧選手1號 GO 為什麼大家都跑的 應該是大家在趕車吧 好可怕 我 真的有時候就覺得 下來的時候就跑了 我有感動 好可怕喔 這邊的早上跟白天 其實有種莫差聲音 對晚上有一種危險的感覺 危險的男人 危險的男人 哇 好多的齒輪 我們現在到了這些腳趴巴 就是離我們居住的地方 差不多大家 加個兩站就到了 其實距離也沒有很遠 其實距離也沒有很遠 這個屋子也太空曠了吧 好酷 但是屋子都只有一個人欸 好有多了 他現在多了一個半 我們現在在這個酒吧 我們現在要點喝的 然後這個吧台真的是超級無敵高 這個手超級無敵高 他好像涼杯喔 這是來捷克以來的第一杯酒嗎 好多喔 涼杯 一個土土的食物 我來推薦 如果大家對於喝酒 不知道喝什麼雞尾酒的話 就先選擇 Mojito Mojito它就是薄荷 檸檬萊姆 這樣子 比較像果汁型的雞尾酒 你平常都會點Mojito 我其實是比較喜歡喝雞尾酒 但是因為男生點這個 會有點小丟臉 所以他就這樣玩 我們現在呢 大概喝酒來這邊也喝了20分鐘 大家對於這個酒吧的評價怎麼樣 這個酒 還是我們是觀光客 所以他就亂說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酒真的很不好喝 很像糖水 然後我這個很酷的酒 因為這裡有一些很酷的人 對有一個很酷的舞池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 不要跳 有沒有沒有 走 你們有發現那個地板是黏的嗎 這個地板超黏 會不會黏 會不會黏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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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 我覺得他 他的舞池很棒 他會挑戰你的體力跟 你補糖能力 因為他的舞池在黏到一個 口香糖在你整個地板 對 你很難跳起來 所以你要是很用力 第一次踩到這麼黏的地板 其實我覺得雷到很棒 雷到值得一來耶 我覺得可以 有點要在Google評論 給一顆心 然後說地板太黏 跳到 一直被定住 呵呵呵 今晚很棒 還是可以來體驗看看 可以可以 推薦給大家 對啊 想要開心的人 最好是你找10個人一起 在那個地板黏甜的這樣 好的 金金 Yo大家 今天呢 其實已經是我在捷克的最後一天 然後中間其實我們 離開了布拉格去的一些地方 但是在那邊我就沒有拍攝 然後有可能 可以在他們頻道看到 也沒可能 也有可能沒有 我們可能就是真的是 放鬆的享受這個旅程 對 所以我就沒有做拍攝 然後這幾天逛下來 你們覺得如何 好好玩 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再 一起出國玩再更多人 我也想抱 我也想抱 對 我覺得我們應該再在一起更久一點 真的 我們應該要出來玩半年 半年 太久了啦 我們之後應該可以再一起去 其他歐洲國家 或是去其他不同的國家 那你們覺得捷克 哪個地方最印象深刻 我很喜歡布拉格 因為我覺得他的人文氣息很重 然後其實每一棟建築都很有歷史 但是我都沒有機會好好的進去 我覺得捷克 這個是一個我目前來到最不知道 要買什麼紀念品的一個國家 真的耶 物欲超低的 對 就是我也沒有什麼商店 會讓我想要走進去 可是我覺得整體逛起來 因為我其實算是第一次真的來歐洲玩 然後我覺得這邊真的是一個超漂亮的地方 總之呢 感謝你們這次搭我們來玩 這幾天很好玩 謝謝你們分擔我幫他翻譯英文的這個重要的任務 我的英文有進步嗎 有啦 你現在會看著對方的眼神跟大家說 Thank you This one 讚 Yeah Yeah 最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來捷克這段時間的心得 一呢就是我覺得這邊的食物其實 小吃偏少 然後餐廳偏多 我覺得整體的食物味道偏鹹 我覺得你第一餐真的可以先嘗試看他們捷克道地的料理 真的蠻特別的 不過如果你覺得真的太鹹了 往後每一餐都可以跟他們講一下 欸 不好意思 我要掃鹽 然後在這邊你可以搭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 不管是地下的鐵路啊 或者是地上的電車 然後還有他們的滑板車 全部都可以體驗一下 真的真的很有趣 然後我覺得這一趟來歐洲的心得 就是覺得歐洲這邊的空氣真的是 跟台灣山上的空氣差不多吧 就是來到這裡的這一周我真的覺得 我只要有機會我就會超用力的深呼吸 總之呢就是感謝一加一找我一起來玩 那最後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這趟去捷克使用這台 INSTA 360 X3的心得 先說結論 我非常非常地推薦這台相機 但是呢它也有一些小小要注意的地方 我最後再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個我想要推薦它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是邊緣人友善 因為我自己呢平常出去拍Vlog的時候 其實大多數的敬位呢都是用手持的方式 那如果我想要拍出 就是比較不一樣的視角呢 我可能就必須要把我的相機放在地上 然後走過去之後呢 還衝回來要把相機拿走 但是呢今天如果是要出國 你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膽戰心驚 所以實際上我在捷克這一次有嘗試 把它放在地上 走過去再回來 我就覺得很擔心相機會被偷走 所以呢我非常喜歡這台X3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可以把自拍感消除 就會看起來很像是有一個攝影師跟在你的旁邊 然後呢它也有跟隨模式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相機的自拍感身上超級長 然後你就這樣把它架在你的肩膀後面 你明明只是自己出門 但是你就多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角度 可以讓你的影片變得更豐富 再來呢就是它可以拍攝5.7K 360度的全景影片 也就是說你在拍攝的時候呢 你只要把你的角度跟位置這樣很隨意的放 像我很多拍攝的畫面 我真的就是這樣拿著然後一直往前走 可是畫面呢卻看起來非常的多變 個人覺得算是可以比較無鬧的拍攝 這次感觸最深的就是最後我在搭乘過山車的時候 我真的是全程就只是把相機就是這樣拿著 完全沒有動 可是你卻可以看到 我不只拍攝到前面的畫面 還可以拍攝到我的畫面 還有側邊的畫面 然後回來的時候呢 我可能想要換這個角度 或是想要換這個角度 或是甚至把它放大縮小都OK 就很方便 我覺得超級讚 推推大家去玩那個過山車 講到過山車然後還有一個 真的讓我很感動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我們在搭乘過山車的時候 那個風真的是超級巨大 但是你回去聽原片的時候你會發現 幾乎是完全聽不太到什麼風的聲音 我覺得這點也是做得蠻誇張的 我覺得只要一般不是真的太誇張的 狂風暴雨的情況之下 其實那個風車大多數都是可以被消除的 對我覺得這一代他們做得非常好 而且音質呢 給它一個讚讚 再來一點呢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360度 要一台相機 然後平常拍攝Vlog 又是另外一台相機 其實這台X3呢 它有4K 30fps的高清廣角單鏡頭 所以呢你在拍攝一般的畫面 也完全不用擔心 然後它甚至還有2.7K 然後170度的極廣的畫面 就是你想要拍什麼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拍進去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拍攝360度的慢動作環境 你還可以拍攝4K的子彈時間 建議大家是在四周都有景的環境之下 然後比較空曠的地方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甩動 就可以用慢動作的方式 把整個景拍下來 這一次有4K 120格 跟3K 180格 但是呢 就是大家記得 如果真的要在外面拍攝這個子彈時間 要注意你的周遭呢 不要有人 如果你拍一拍打到旁邊的人 那就真的有點母湯 大家自己要注意 所以呢在這台相機裡面 就有非常多種不同的模式可以更換 它的用途就非常廣 然後這一次它有升級成1.2英寸的感光元件 然後我覺得它的防震的表現也非常好 你可以在運動場景中去開啟HDR模式 像這一次我去布拉格的時候呢 我就有在一長段的十段路上面 騎那個滑板車 當下我其實非常擔心 就是這個畫面回去會不能使用 結果沒有想到 你看那個畫面 抖動就只有我的臉 但整體的影片是非常滑順的 這點是我回來看素材的時候 覺得非常意外一點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呢它也有水下10米防水的功能 對這一次是比較可惜 因為我去布拉格 是沒有任何玩水的行程 就是大家如果自己有喜歡玩水呢 之後其實也可以嘗試使用看看 最後呢就是幾個比較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360的這個相機呢 你會發現它因為是兩面都有鏡頭 所以呢你其實在使用上 就要更加的注意去保護它 像是它有這個可以保護鏡頭的保護套 建議大家如果要放在桌子上呢 要把這個套上去 如果你就這樣隨意的丟在桌上 如果敲到鏡頭呢 壞掉了 那就是要再花一筆錢去維修它 再來呢就是它這一袋的喇叭 下面的排水孔 其實我覺得做的就是 讓人覺得就是很像是一個蓋子 然後你會很想要去把它打開 但是如果你把它打開 然後它其實就會壞掉 然後壞掉之後呢 它就失去了防水的功能 提醒大家如果在開箱自己的新相機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這點還蠻需要注意的 最後呢我就是推薦360的相機呢 建議還是要在光源比較充足的環境之下拍攝 才會是它最好的表現 在低光或者是室內的環境下 我個人覺得這類的相機就沒有這麼適合 最後呢總結一下這台Insta360X3 我覺得它是一台可以讓一般人輕鬆入門 360度全景影片的一台相機 因為我覺得現在做360度全景影片的相機 越來越多 可是我覺得Insta他們的程式寫得非常的簡單 好入手 我覺得它操作也非常的直覺 你可以光是在它的APP裡面去設定關鍵影格 或者是甚至追蹤臉部的方式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就是調整出各種不同的360的角度 我使用起來我覺得真的非常的輕鬆 然後它有各種不同的格式 也就是說呢 同一段素材我可以輸出成9比16 就是給Instagram的直視影片 我也可以輸出9比16給YouTube的影片 總之呢就是一台我真的非常推薦 然後我覺得未來我在拍Vlog的時候呢 我都一定會帶出我們的一台相機 好啦那就五星好評推推給你們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留言跟分享 還有訂閱跟小鈴鐺 我是肌力短暗 那是iPad片的話 喜歡唱歌的GINO 下次見囉 期望我們之後還可以再出國玩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